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据菲律宾媒体报道 其外交部长其后发表声明 表示无需道歉也不曾道歉 菲律宾外长德尔罗萨里奥在20号发表声明指 那艘驶入南海里乐滩的中国渔船 当时是在菲律宾海域内 当菲律宾海军舰艇靠近调查时 由于方向盘出现问题 撞向那艘渔船所拖着的无人小艇 德尔罗萨里奥指 渔船已驶立现场 留下24艘原本拖着的小艇 目前由菲律宾海军保管 将依照法律程序处理 虽然此前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海军已就此事通知中国大使馆并做出道歉 但德尔罗萨里奥说 菲律宾无需为此事道歉 也并没有做出道歉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陆续公布选取证件 也就是黄金十年计划的八大愿景内容 最受外界关注的两个愿景 和平两岸与友善国际的具体内容 17号正式揭晓 马英九对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背景 定出明确条件 马英九称十年当中洽签两岸和平协议 但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是民意高度支持 第二是有确实需要 第三是国库监督 马英九进一步解释两岸互动秉承先经后正的原则 就代表不排除政治对话 但是在两岸推动事务中会先着重扩大开放的路资来台 并未将政治对话列为最优先项目 日前 广东佛山一名两岁女童在街上连续两次被汽车撵过 肇事司机均逃走 期间18名路人先后路过但都无人施救或报警 踩无人道的一幕震惊全国 10月13日下午 佛山南海黄崎广佛五京城内 一名名叫王岳的女童先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撵过 之后再次被一辆货车撵过 在车祸发生的七分钟里 18个路人分别先后经过竟然都熟视无睹 直到一位拾荒老太经过时才将女童拖至路边 女童妈妈随后赶到把女儿送往医院 但在医生抢救七个昼夜以后 女童因病情过重随众不治 事件发生后震惊了全国 各种报章报道附天盖地 在网上的评论跟贴更是成千上万 肇事司机固然难辞其咎 但熟视无睹者在中国却没有任何法律规定需要负上任何责任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最终难逃良心的审判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由五粮春赞助播出 相遂人间三千年 名门之秀五粮春 今天的莫莲回首 我们要回顾的当然就是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命丧沙场 一场莫莉花风暴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 统治多年的老大哥们恐怕也不会预料到 本来固若金汤的江山如今被改朝换代 继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皇出逃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铁笼子里被攻审以后 前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下场似乎更为悲惨 当地时间上星期四上午 执政当局部队包围了苏尔特亲卡扎菲的部队占据的最后几座建筑物 最后有八十辆车的车队企图向西面逃走 卡扎菲当时相信藏身车队中 车队受到北约的法军战机空袭 北约表示空袭击中其中两辆车 车队被逼停下来 但是当时没有摧毁车队 卡扎菲挨个保镖下车逃跑 武装人员随即把他擒获 卡扎菲被捉拿到的那一刻虽然头部在流血 但是仍然生还 他被武装人员拉扯头发 勉强可以站立 嘴里一直还喊着不要开枪 有士兵就用鞋拍打他 正当士兵打算把卡扎菲转送到车上 汽车开动之际 由于双方仍然交火 卡扎菲中枪神猛 但这只是对他死亡的其中一种说法 文部记者称是卡扎菲的保镖把他打死 也有说法是现场愤怒的人群不停殴打他 最后把他打死 但是他死得草率 更被怀疑是被默许处决 无论如何 过渡委员会都表示没有下令杀死卡扎菲 而卡扎菲的尸体则被运送到米苏拉塔一家清真寺 沙漠之子 一代销熟卡扎菲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他1942年出生在利比亚南部沙漠一个游牧部落 在大学学习弟弟 但随后却投笔从容 1969年 27岁的他秘密成立自由军官组织 发动武装政变 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为利比亚最高领导人 他也是目前阿拉伯世界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穆尔迈尔卡扎菲27岁的时候 推翻了当时的王朝建立了 三号军事政变上台了 然后掌权了42年 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权力制约 任何平衡的情况下统治一个国家42年 这种情况在世界上虽然并不少 但是从常理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个独裁者最后走向穷途末路 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但我们看到上星期四 卡扎菲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是被抓到之后活活打死的 这一段视频现在传遍了全世界 我很好奇的是啊 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些镜头 第一他首先是儿童不移 第二他非常明显的 是无论是对一个平民还是对一个战俘 这都是一个非常残暴的这个做法 而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批评 基本上没有什么引起什么争议 所以我在想我们人类是不是 就算我们讲这个普世价值 我们讲人权 但是人权一定是有双重标准的 就是对当然是少数人对卡扎菲这样的独裁者 不能够用普通的人权标准 不能够用普通的法律去对待他 我们看到虽然联合国的这个人权专员公署 已经要求利比亚的过渡政府 要查清楚这件事情 那么在西方国家也有少数的舆论 这个批评这样的一个做法 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这个已经公开的要求 他说卡扎菲是一个战俘 这样把一个战俘打死 肯定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 但是这些声音在国际上都不是主流 人们除此无睹 人们一遍一遍的在电视上 在网络上看这样一个69岁的老人 69岁可以算是一个老人了 被活活的开枪打死 被虐杀的镜头 这样的镜头在国际上广泛的传播 没有什么人能够去公开的批评他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不是对于独裁者 就不再人权保护的这个之类 这样的例子其实过去有 比方说二战后期 我们看到这个意大利独裁者 穆索里尼 他是不要吊死在电线杆上 这个镜头大家都看到过了 然后我们看到一个20多年前 1989年 当时罗马尼亚的这个总统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个总书记 齐尔赛斯库夫妻 他们是被秘密审判 然后被秘密处决的 这是发生在欧洲的事情 那么在中东上 这个情况就更多了 这个独裁者大多是不得好死 但是像卡扎菲这样被活捉之后 再被虐杀而死的这个情况呢 在当代世界上还是相当罕见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个阿拉伯人的这种性格 也真是很有意思啊 他们这种用暴力来对付暴力 当然你说暴力对付暴力情况 可能不只是阿拉伯人才有 但是在阿拉伯人那里 这种情况选择特别明显 而且西方世界的媒体呢 我觉得他们都是在偷着乐 就看你们这个这些穆斯林 你们怎么样残杀自己的这个领袖啊 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个 卡扎菲这个人的性格呢 我觉得他要 我们不能从这个城市的文明的角度去看待他 他是一个沙漠之子 他思考的方式就是一个沙漠的儿子的 这个思考的方式 他是一个部落之子 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也是就是一个部落的这个方式 但是有人问 为什么他能够掌握利比亚这个国家 1982年呢 很简单 利比亚有石油 开采石油 获得这个巨大 获得巨大的这个财富 而这个财富呢 是由卡扎菲和他的这个七个 七个儿子吧 他的这个七个儿子 他们这个家族共同来支配的 虽然卡扎菲也让利比亚的民众 过上了不愁温饱的这个生活 基本的医疗教育 这个衣食住行都已经有了 但是呢 地区发展的这个不公 这种严重的这个失衡啊 以及这个严重的这种不公平 那么最后就导致了 利比亚人民起来 揭竿而起 也导致了这个狂人的 这个下台 其实卡扎菲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不合群的人 阿拉伯国家其他也有些独裁者 可是那些独裁者 基本上都是城市的 甚至是知识分子型的 像这个巴塞尔 叙利亚风的巴塞尔 他本来是个医生 那么医生就跟这个卡扎菲 这样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军官 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卡扎菲看在世界的这个方式 这个逻辑都是非常奇怪的 他首先在我们看 他死了以后 为什么这么多 这个利比亚的这个老百姓 会起来这个庆祝 那么前他是不得人心的 其次他是一个阿拉伯人 他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曾经是一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元首 但是他在阿拉伯世界 也是非常顾虑的 你说一个人做人做到这个程度呢 我想他晚年 据他的这个一个 现在也被俘虏的一个 他的一个贴身的一个宝宝说 他在流亡的岁月里面 最后两个月里面 他是有些回忆的 他可能已经开始反省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老百姓起来反对我 为什么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都会反对我 他可能有所醒悟 但是这时候已经维持晚矣 27岁 这是一个风华正茂的一个青年 他一辈子是个上校 近日青年军官掌权了42年 期间做了很多荒唐可笑的事情 也做了很多很残忍的这个事情 包括这个制造了这个洛克比空难 这个制造了这个西柏林的 一个叶总会的一个爆炸等等 他常常有一些很疯狂的这个想法 包括曾经在这个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这个派的当时 他的这个第二把手